詞曲 李宗盛 我們拿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稍微做一下分類 所以我們大概有四次的考試 再加上四次的作業再加上 這次是第五次 你們先看一下題目的類型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也就是go through 一個 第一個部分像第一題 空物格1第一題 我們先把每個題目 再講什麼都稍微有一個概念 第一題就是石墨烯 我們講石墨烯 有向量A1跟向量A2 我們要求這顆原子的位置 這題的話 你們看解答 你們都大概知道就是做那個 但是實際上這個東西 你們有自己做都不算難得到 像有些同學常犯錯誤的 知道答案的形式要長怎麼樣 雖然說你們背也背得起來 但是原則上來講 第一題是這樣 第二題問一個四面體的角度 畫一個角度 cos theta 等於 負三分之一 八八八之類的等等 第三題講 Miller index的轉換 有印象嗎 你們就去把它的結距找出來 做結距的轉換 然後再一個一個換過去 對不對 第四題比較麻煩 它就是在做一個 Hesagonal經格 你要畫一個三角形出來 其實它就是三個球 它等於說下面有三個球 上面再堆一顆球 但這個不難 基本上你只要知道相量分析的話 那幾題應該都可以 通過的2的話 有沒有 一開始講求 BCC 跟FCC Recipical Latest Vector Primitive Cell 88之類的 什麼什麼之類的轉換 當然其實 因為那一題很standard 有沒有 你就是要有A1.B1 等於2πΔIJ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的話 後面的推一推 你們大概也知道要背哪個公式嗎 這一題 你們要去記那個B1等於 BLABLABLA之類的 但是那個東西 你如果記不太起來的話 這個會救 所以其實我在考前複習的時候 我都會預防自己忘記 因為我覺得那個 有沒有 B1等於2π 什麼A1.A2 x A3 A2 x A3 我覺得這個說好記 也不到很好記 有時候偶爾會忘記 對不對 所以我都記這個 來輔助我把這個推出來 然後自己再做一遍 不過你們之前都有在做一遍的話 你們相信你們這都不是問題 對 第二題 再講 ΔK等於G的這個 然後要推出 2dsin θ 等於N1 但是因為你們之前都有自己做過 你們知道這個就只是把它做平方展開消掉 你們這個中間的推導過程 這是關鍵 要寫得出來 但是實際上推導你一步一步做 只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就是你在做 K.G這邊的時候 這邊會跑出一個 cos α的turn 那你要怎麼把它變成 sinθ 這個α跟θ 這個東西 我直接這邊這邊講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有改道 我也知道 所以我很清楚同學知道會卡在哪裡 你這個θ跟α的轉換 你一定要圖畫給我 不然我會當你不知道 你沒有跟我解釋θ跟α怎麼轉換的話 一定不會給你過 這個東西你去畫圖就很簡單 就是 有沒有一個是k 然後一個是k' 然後兩個那個金格面 然後一個θ 然後另外就是α 這樣畫過去就知道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去把上面的那個做圖 你們要真的自己做一下 好 這是HOMEWORK 2 HOMEWORK 3 HOMEWORK 3 我覺得基本上這個大家要背起來 大概都不太行 可是基本上來講 你就是 你先把這個平面畫出來 基本上這個要這個平面有人 有沒有 G是這個方向上 然後G等於HB1加KB2加LB3 但其實你只要把這個三個點標出來就可以 有沒有 你只要把這三個點 我的意思說只要把這三個點標出來 剩下就是考驗你向量分析的功力 其實你要把這三個點標出來 B1 B2 B3 你知道這個相對量 這是H分之A1 這是K分之A2 這個是L分之A3 那你把這個東西標出來之後 後面的推導就只是 你要知道誰跟誰誰跟誰 然後你把那個正投影算出來 正投影就是0到這個平面的那個 那你甚至用高中做法都可以 第二題的話 考Structure Factor 課本很清楚嘛 課本就是SG 我這個公司會給 為什麼老師這麼佛 這個公司會給 因為你們上課上我們課你就知道 我在強調的是考你們的觀念 或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必要卡你這一題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 Structure Factor公司我會給 但是我也說我不會改數字的 所以我會考Diamond結構嘛對不對 Diamond結構的話 所以比較痛苦的事情是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可能未必 你會知道Diamond結構 你要帶哪幾個點 你們做過作業知道有八個點要帶 考前的時候記不記得起來 對不對 你們自己畫過 做過模型的人當然就不會再忘記了 對不對 假定你是考試的時候 你是考前那種複習的話 你就知道那八個點去分類 那八個點去分類 因為它是一個FCC 兩組FCC 所以第一組是 零零零 然後 零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零 二分之一零 二分之一 然後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零 這一組你知道 你就是零零零 然後 兩個兩個兩個 然後零這樣畫過去 所以這個你也背得起來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另外一組 只是全部 平移四分之一 只是全部加四分之一上去 因為它就是做一個向量平移 所以全部加四分之一上去 所以這邊 所以你寫一張大抄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這件事情跟做研究 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你要用更少的資訊 去控制更多的資訊 像解壓縮一樣 你如果像用 一路一路一路背 有沒有 這樣子一路一路背下來 那你一定很容易就get lost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這是在用比較少的資訊 讓你去記得更多的資訊 所以其實做研究有一塊 就是不停的考驗你這種解壓縮的能力 所以其實我並不會忌諱同學 就是在利用考試技巧 來訓練你的那個 欸 通過了三台有 就是解宣一個方程 S 是不是 Equation 然後我兩個 一個是無窮未能精 然後一個是有限未能精 然後我這邊直接跟你講說 我這個不考 但是這個東西 我假設你在人生中 已經做很多遍了 這個東西 有沒有做超過五遍以上的能力 你如果沒有做超過五遍的話 你就想辦法再把它做五遍吧 因為解宣一個方程是 二階為方程 這個大概方程是考你選 等等等等 假定你人生已經解過很多遍了 對不對 到這邊的話 有沒有覺得好像沒有很多 review一下 Hone Worker 1 的重點 Hone Worker 2 的重點 Hone Worker 3 的重點 一張A4 一定可以解決 你回去自己整理出 自己屬於自己的A4 然後再來是Hone Worker 4 Hone Worker 4的話 前兩個什麼名詞解釋嘛 名詞解釋其實是送分 我們不要搞錯那個核心的意義 你如果有那個圖像 你就知道 最容易搞錯的就是 電子侵合能跟游離能 這兩個 可能你們會寫反 電子侵合能跟游離能 以半導體來講 ECEV 知道什麼是ECEV吧 假定這邊是 Vacuum State 就是跑到無雄遠處 V的於0的地方 跑到無雄遠處 就是整個都脫離的嘛 二分之一的機會 哪一個是電子游離能 哪一個是氫和能 考試的時候 你至少畫這個 然後剛跟我講ECEV 電子氫和力嘛 我從你的文字敘述裡頭 我是會感覺到你懂不懂的 因為這個差別很重要 再來這邊有一個就是 算那個BCC FCC 在算它那個平均位置的那個嘛 這算是你們這邊 會遇到比較複雜的數學 對不對 現在第一題的話 它寫一下嘛 U等於2N1EPSOM 括號summentionJ 然後 rho pijr 減掉 的十二次方 減掉 summentionJ rho pijr 六次方 巴巴巴巴之類的 然後 這個你們都有在做 你們一定都知道 你去想一下它的step1 partial u partial r 等於0 對吧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知道 就是我要求它 最小值 然後這個你們要記得 partial u partial r 最小值 然後從這個東西 你可以推得r0 然後再把r0 帶回來 step2就是 u r0 就這樣而已 這是第二題的部分 可是第三題跟第二題其實很像嘛 但是第三題裡頭 它多一個求Frost constant 因為3的知識量已經涵蓋了2 因為求平衡點 求位能 什麼什麼之類的等等的 它的那個平衡量已經多 甚至其實我可以2在一起考 第三小題的那個Frost constant 把它弄過來的話就是一樣 第三小題 你們去查的那個書上來講 因為他們都用太熱展開式做 然後那個太熱展開式 你們做得很痛苦 所以我們講一下 第三小題的話 你從那個微分的關係是 你就已經會得到 A的R0的N方會等於NR 然後R0分之Q 你已經得到這個關係了 然後你可以去算R0等等等等之類的 你已經有了這個關係 你是從partial UT partial為0 然後得到這個 然後R0是這個 從上課的時候我有講嘛 他課本問的是說 他說他要求2分之1C delta平方 然後問C 但是我們知道太熱展開式 F of x 是等於F of x0 加上 但是F's0 已經用這個關係把它幹掉 就沒有了 所以我只要2分之1的F'x0 乘上S-S0的平方 然後其實Δ就在這裡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微妙的點 你如果去看課本 他有定義 這個定義你要稍微看一下 不然你直接做微分的話 你會發現你少R0的平方 他有定義就是說 那個位移量ΔR等於R0乘一個Δ 也就是說你實際上來講 這一項你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是代R0 所以你把這一項寫下來 就變成1分之1 partial ut的平方 partial r平方 R0乘上 這邊會有一個R0的平方跑出來 知道為什麼R0的平方跑出來嗎? 我現在寫慢一點 這邊要寫成R0的E加Δ 減掉R0的平方 這個關係是不是就會回到你們自己去看 你們都有去看解答嗎? 解答的時候為什麼要特地把它寫成這個東西 再對它做展開 就是為了課本的這個關係 所以它展開的這個項是E加Δ 但是我就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所以我就得到 C就等於partial ut的平方 partial r平方R0 這樣子就避免了你自己按照那個解答去做 開樂展開 做得很累 因為圍兩次比較簡單 因為你這邊的時候你已經做了一個圍一次 這邊只是多做一個圍一次 而且實際上這個圍分已經不難了 因為這個圍分就是一個是圍Rn方 一個是圍R 這樣子這個就不難了 回去做的時候就有發現這個消不掉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樣 這樣就知道了齁 你展開的是Dilta 所以會有這個Dimension的問題 但其實我跟你講 會注意到那個Dimension 十個學生裡面 大概只有兩三個學生會把那個Dimension處理 所以你不用挫折 如果有同學可以把這個東西弄好的話 我就覺得棒棒棒棒 對 文化科武第一題 他考彈簧 如果說他忘記這個 代表說他沒有對那個共生 把虎克定律再想一下 因為基本上他只要是彈簧 他就是兩個虎克定律加起來而已 然後那個是力的方向 然後這個 這邊變這個 就是考你們的數學的技巧 你們這個數學的技巧回去複習 接下來我要講 HOMEWORK V的第二題 它問有三個原子 P一個原子的話 色散關係有幾個分支等等的 Reatum Physis 這邊齁 你們稍微去複習一下 我之前不是有講 Two Atom Basis嗎 我把它從Two Atom Reduce成 One Atom 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One Atom 的時候 它的Dispossial Relation是長這樣 Two Atom 的時候 它的那個 因為 One Atom 的時候 比方說一顆原子 一顆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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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Two Atom 的時候 是這兩個當一個basis 這兩個當一個basis 也就是說 Two Atom 的情形跟One Atom 相比的話 它的那個大R 大R是One Atom 的兩倍 所以在K空間的時候 Two Atom 的時候 它的G 會是它的二分之一 因為我們知道 G.R 等於二π 然後One Atom 的時候 是A 這是A分之π 所以Two Atom 的話 是2A 所以變成2A分之π 所以它就是它的二分之一 對 Two Atom 進的長度會變得比較大 可是Reciple 類地質 變得比較小 所以變成2A 所以 就是以One Atom 的 然後卡掉2A 卡進來之後 再做平移 你就是把這一段 平移過來 然後這一段 再平移過來 然後這一段 再平移過來 然後這邊 這就是O 對不對 這邊是O 然後這邊是A 所以同樣的道理 所以同樣的道理 所以Atom 的時候 拆三段 這一段搬過來 這一段搬過來 這一段再把它搬過來 這一段再搬到這邊來 因為它是插一個這個 這一段是搬到這邊 這一段搬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它插掉 然後Band Gap 再打開 然後Band Gap 再打開 這樣可以 所以 一個A 兩個O 好 我們再考慮它的那個 震動方向 因為有分T Mode 跟L Mode L Mode 只有Longitinon 只有Z 方向 T Mode 有Si 方向 這樣答案就知道 是幾個 當算 然後 Phonon 的那個 查一下 然後 有兩題 Groove velocity 最後我要講 Density of State 因為我發現 你們如果Density of State的話 你們是 半導體元件的部分 但很簡單的 你們要把課本看一下 課本推導的是 Phonon的Density of State 不是Eletron的 對 我們看一下課本的 111頁這一段 然後一直到Equation 22 你會發現 好像答案不太一樣 我現在要先示範Phonon的給你們看 而且我這邊特別強調 是Phonon的Density of State 同樣是Density of State 為什麼有分Eletron跟Phonon的 那 是因為 你如果更回到基本來講的話 Eletron的Density of State 在推的時候 會先補上一個 薛定格方程式 為什麼要講薛定格方程式 因為Density of State 就是講薛定格方程式的解 那很顯然 Phonon 不按照薛定格方程式走 這樣可以了吧 很基本的 你剛剛在推 你就知道 Phonon的是按照 Equation of Motion 在走 所以他們Density of State的 看法是 有微微微微的不一樣的這樣子 可是Density of State 像Eletron它推導出來 是因為有Bondary Condition 是因為有Bondary Condition 所以 首先第一步就是 你要搞懂 Phonon的Bondary Condition 我上次講很快 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還好 可是後來發現 這個對你們來講 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課本有講了 兩個Bondary Condition 第一個Bondary Condition 是Fixed 它就假定 這邊是0 一直到L 這是第一個是Fixed Fixed 就是指說 我假定一個快踩 1D 這個桌子 它有兩邊 這是課本講的第一個Case 但是它有第二個Case 第二個叫做 Periodical Bounded Condition 因為那個Phono很大 那個一個格子很大 我從中間取一小段出來 然後並且假定就是說 它從0到L之後 它不是Fixed 它假設從0開始走 走到L的時候 它這個相位會回來 它特別就講 它的相位會回來 就是 課本的Figures 其實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先分清楚 這兩個人 適用的什麼地方不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在專門 解一個有無窮的 你有Periodical Bounded Condition 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一個 因為它反正 它會不停的循環 做一個Do Loop 它就循環到無窮的遠去 所以這個觀念 常常用來處理 其實 Phono沒有Exact的Boundary 因為你怎麼可能 有一個Phono這樣打過去的時候 它這個是整張桌子都在動 你根本不可能去考慮到這種情形 所以大部分 用Periodical Bounded Condition來處理 假定那個Phono在整個塊材的中間的某一塊 對不對 其他的那邊過去跟那邊過去 我都先當作就是一直接過去 所以Periodical Bounded Condition 的時候你去看 課本就告訴你 它的K的解是0 正負L分之2π 正負L分之4π 這樣一直下去 你可以去看一下為什麼有正負 既然它有正負正負正負這個關係 所以你用薛定格方程式解出來的 那個Ks、Ky、Kz 你看薛定格方程式 它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它才會切個四分之一圓 所以這個東西 它絕對不是四分之一圓 它是整個圓 因為它有正的、有負的 它是整個圓 所以Phono跟Eletron的Density of State 會差Tonstan 跟它的密度有關 因為Fixed Bounded Condition 是L分之π Periodical Bounded Condition 是L分之2π 那當然你們如果只是要定性上的知道 它Density of State就還好 可是如果你要定量上的知道的話 這個數字的精確的計算程度就很重要 但是課本這邊 我在融合課本的做法 我想到一個很快速做Density of State的做法 你有沒有記得我上課的時候 一直有在強調整個推導的過程 就是起點、推導、結論 起點、推導、結論、起點、推導、結論 然後這個東西的核心 我覺得那個有點痛苦 它的過程就是先算N of K 然後再把它轉成N of E 然後再變成D of E 這裡跑到這裡 靠Dispersal Relation E-K關係 它這個東西到這邊就只是 Parsal N Parsal E 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Number的微分就是Density N of K很快就知道 為什麼 我現在問三圍的 三圍的話一樣在算那個點 然後畫一顆球 現在是二圍嘛 但是畫一顆球 然後假定它的距離是K 對不對 假定它的半径是K 所以N of K就是 三分之四π K的三次方 然後再去除以 因為你知道這個 spacing是L分之二π 這邊是L分之二π 這邊是L分之二π的三次方 這樣就出來 很好記吧 再來就是你要把E-K換E-K的部分做掉 如果你搞懂這個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principal做一下電子 你這樣只要記得一套系統 就可以做兩個 考試的時候比較不會混 E-K關係圖的時候 去看課本 課本這邊直接就是Omega Phonom的話它這邊用的是Omega Omega跟E就差一個H8 但是你可以先不管 沒關係Omega 然後課本這邊有特別講 是Divine model Omega等於VK Velocity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有沒有 K等於V認知Omega 只有這邊要改 所以就會變成N of Omega 三分之四π乘上V三方 Omega三次方 2π的三次方乘L的三次方 這是N of Omega 最後 Omega微分就做完了 Omega微分就只有這邊 把三掉出去 全部起來 同樣的方法怎麼做電子 知道了齁 一樣 先把電子的K空間上的總數算出來 然後 電子的部分 它的這個地方要帶什麼 電子不是N of Omega 電子是 1等於H8平方K平方 Omega 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是能量 Omega對K的兩次方乘正比 一個是Omega對K的一次方乘正比 所以這兩個答案不一樣 你們會鋪接在這裡 如果電子升值電子升值 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你都只記答案是更好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在這鋪該 可以齁 這鋪要小心 所以 你知道 這裡要換掉 我如果兩個都考 就是因為我要很嚴格的 考你們對Disposition Relation的理解 回去就把這個東西 用這個方法做過一遍 但是電子的話 你要考慮Spin或什麼之類的 等等等等 如果你Disposition Relation搞錯 你這題一定會掛掉 因為這代表你的那個概念沒有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考試用最好 最好理解的這個方法 因為課本或什麼之類的那個方法 是微積分做法 它是真的就是去做那個球殼 你要去積 但是我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是假設你的那個 微積分概念比較高一點點 你就會直接這樣圍過去就好 好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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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